hello 大家好 我是协神会 你的任性故事机 上一次咱们说了一期古代皇帝们封山泰山的事 里头提到第一次齐日皇封山泰山的故事 发生了很多荒唐滑稽的事 如果您没听 翻一下之前节目 今儿咱们接着说一次封山泰山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008年宋真宗时期 宋真宗也封山泰山 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这次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山泰山 之后的什么宋元明清的皇上再也没那么干过 甚至到了明朝 朱元璋干脆下旨 废除了这个封山泰山的典礼 那这最后一次这封山泰山干了什么呀 然后后来皇上对这事 这种应该是歌颂自己丰功伟业的事情 怎么就避之不及了呢 今儿咱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提起这宋真宗啊 估计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啊 但是说两件事呢 大家肯定特别耳熟 第一句啊叫 是一句词啊 叫书中自有严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哎 这句诗这句词 就是宋真宗写的 还一件事呢 熟悉历史的肯定听着我 叫禅元之盟 也是宋真宗时期签订的 简单介绍一下啊 北宋初年 这个宋朝呢 还有这个辽国呀 经常发生冲突 北宋呢 经常打不过 宋真宗他爸赵光义啊 就有一次高粱河之战 其实这高粱河之战啊 就是发生就在北京西日门外啊 紫竹院那边 我每天上下班都得经过 后来呢 这个北宋军队啊 被这辽军打得 但是溃不成军啊 赵光义骑着驴车逃走啊 得了一个什么高粱河车神啊 这么一个美称 这个宋真宗时期呢 在1004年的秋天 辽国呢 萧太后又率军南下 直逼 这个叫禅州 本来呢 宋真宗是要跑 跑到这个四川那边去 结果呢 这扣准 扣老兴 立主 皇帝林的御驾亲征 这个评书演义里呢 不是还有吗 叫迎扣准 对吧 包括杨鸦将的故事 都发生在那一会儿 这个果然呢 这宋真宗 听了这扣准的 御驾亲征之后 那大败辽军 只不过呀 这宋真宗不想再打了 宋辽双方呢 就签了一个叫禅渊之盟 就在禅州这签的嘛 两个国家呢 就互为兄弟啊 宋朝是兄 这个辽朝呢 就是弟弟 但是呢 每年哥哥 要给弟弟三十万贯钱 这叫碎币 双方呢 在边境开设叫雀厂 这地儿能通商 但是这件事呢 也奠定了宋辽两国 一百多年的安定 直到今天啊 这个禅渊之盟的争论也不小 有人说 哎呀 这宋朝这花钱买太平 好事啊 这是 还有人说了 不行 这就是丧权辱国呀 对吧 明明咱都打赢了 有机会收复 这忧于十六周了 你居然花钱买太平 这肯定是卖国呀 我个人觉得啊 禅渊之盟签的比较值 为什么呢 在此之前 宋朝在辽国边境 每年花费的军费 就是三千万贯 现在一下减少99% 30万贯了 对吧 太爱值了呀 而且呢 双方通过确厂贸易啊 宋朝每年能净赠十万 再加上呢 这个长期和平 让这宋朝的经济 很快就腾飞了 根据统计啊 禅渊之盟签订之后 没几年 北宋的收入 就到了一亿贯左右 到了宋仁宗时期呢 甚至达到1.5亿贯 这是1911年以前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点 什么康乾盛世啊 什么朱元璋一开始 那种那个 明代那几个所谓盛世啊 再也没有达到过那一段 朱元璋那会儿 我印象中年收入是3000万左右 大概相当于宋仁宗时期的五分之一 那个时候老百姓就觉得已经过得很富有了 那很显然 那时候老百姓没有学过历史 要不然的话 早就把这个朱家王朝给推翻了 话说回来啊 且不说这两种说法熟对熟错 至少都有理吧 但是在宋真宗看来 他对禅渊之盟这事啊 一开始也觉得是个好事 特自豪啊 上哪都得说 哎 这事办的好 是不是跟我禅渊之盟有关系啊 哎 你这又好了 哎 是不是跟我禅渊之盟有关系 上哪都得说去 但是啊 这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就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禅渊之盟签订之后 也就一两年 就有人在宋真宗耳边嘀咕了 哎呦 您这禅渊之盟啊 那是丧群辱国 城下之盟 您这怎么还有脸自豪呢呀 说这话的啊 非是旁人 宰相王亲若 王亲若这人啊 号称叫北宋无鬼之异 这名一听就不是好名啊 后事评价也不高 但是他的故事呢 咱之后再说 我对他有一些别的看法 但是至少这次啊 王亲若干的是真不怎么样 这个宋真宗听完他这么一说啊 这脸一红就问了 哎呦 是 哎 清 有何高见啊 王亲若说了 你看如今跟这辽国签的这叫什么 城下之盟 对吧 经济上咱是不亏了 但是这套筒上亏呀 对吧 您琢磨咱大宋 泱泱大国 华夏正硕呀 是不是跟这藩帮小国 你跟他够合 这道统上怎么办呀 按理说啊 咱得去打他去 但是咱打不过呀 别着急 还一招 哎 风扇泰山 向天下展示 咱大宋啊 还有皇上您 哎 是什么呀 众望所归 您这意下如何 宋朝皇帝啊 出了名的耳根的软 这真宗更是觉得这王亲若说的有道理 就开始着手准备风扇泰山 上期节目咱说了啊 这风扇泰山可不是上泰山烧香磕头 这那么简单 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还有系统的准备 宋真宗呢 先要搞定的是老天爷 这老天爷怎么搞定啊 简单 让他降下祥瑞就完了 对吧 编呗 于是乎呢 这个宋真宗就受益啊 心腹官员 就开始在朝中散播各种祥瑞 比如说啊 这天宫出现了极强的星星 哎 首都开封有这仙鹤 还有这地方官员更不要脸啊 说这地方要闹黄灾了 但是这个黄虫 仿佛都知道您这个皇是真命天子啊 不好意思吃粮食 活活给把自己给饿死了 而且列位 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咱们说的扣准 扣老星 所以啊 咱们把话说回来 在这种体制之下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体制之下 专制嘛 对吧 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真洁啊 节操啊 他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一套系统 他是烂在根里的 咱们把这话说回来啊 搞定了老天爷 连扣准扣老星 这种耿直的官员 都开始报祥瑞了 不够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有人戳过是不好办了呀 下一步怎么办呀 搞定群臣 搞定群臣也有招 叫秦贼先秦王 把这群臣领袖给弄了就行了 当时的群臣领袖啊 叫王淡 这王淡啊 属于是那种脸比较冷 而且不太爱说话的人 他经常呢 是用沉默的方式来劝戒这真宗 比如说这真宗想办点什么事 王淡不开心 他不同意啊 就不理他了 冷暴力的祖师爷 真宗呢 就把王淡叫到身边 哎呀 爱卿啊 这个朕要封山泰山 你觉得怎么样啊 王淡还是不说话 不同意呗 王淡心里明白 封山泰山这种事不能干 弊大于利 历史上这么搞的没好的 真宗知道 这又不同意了 对吧 又不说话了呗 但是呢 也有招 跟这王淡说 哎呀 你也别着急表态 你听听这话啊 人家不着急表态 是因为他不同意啊 你也别着急表态 我呢 这有一盒小海鲜 您拿回家尝尝 但是啊 只能你跟你媳妇尝 别人不能看见 王淡那拿回去吧 对吧 挺沉的一盒 回家 把这个卧室的门都关好了 外人都呼噜去 媳妇过来 掌灯 那帘都拉上 哎 看看这海鲜盒里是什么 媳妇挺开心 正出去脱衣服呢 哦 看海鲜呀 看看吧 打开十分一看啊 里头是各种的奇珍异宝 这是皇上贿赂王淡 收了皇上的贿赂啊 这王淡之后 也不会反对真宗 后世因此 对他也是各种批评 这群臣跟老天爷搞定了 还差一点 什么呀 你得让群臣主动上书 求着皇上去封扇泰山去 自己皇上不能提 太臭不要脸了 哪能自己主动 就跑哪去封扇去了呀 是不是 于是呢 狗血的开始了 这1008年啊 大天初三早朝 这宋真宗早朝着哀声叹气 跟群臣说了 哎呦 朕昨晚上啊 这没睡好 底下大臣一看得 这心里没憋好屁呀 咱也别搭理他了 低着头 咱都 谁都不许说话啊 低着头 这宋真宗一点不尴尬 哎呀 既然你们这么关心我 都不问我 那那我就说了啊 这个几个月之前啊 这老天爷给我偷梦了 说我干的不错啊 要给我三封天书 到时候呢 我得自己看 大臣底下 你真是好 你自己看呗 你看着看呗 是吧 还是不说话 真宗就接着说 哦 你们问我之后怎么样啊 哎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不今儿早上吗 小太监啊 就看见这个城楼上 哎 挂着一个黄布 这黄布底下呢 挂了一本书 就给我送来了 你们猜怎么着 还是没人理他 嘿 我打开一看 我天书 老天爷让我封膳泰山呢 说呀 之后还得给我送两本 大臣不敢乐呀 跟底下 是吧 您这玩挺开心啊 没人搭理他 宋真宗这回真知道没劲了 三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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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几天 还是这一出 哎 又得了本天书 大臣们知道得 咱这位爷呀 铁了心了 要去泰山封山去 行了 咱也识个相吧 对吧 写个折的 劝他一下 让他去吧 于是呢 这大臣们连续三天 给这真宗上书 求他去封山泰山去 干嘛连这三天呀 因为宋朝开始有个规矩 大臣跟皇上说事啊 得三推三让 尤其是这种关乎国体的事 什么立太子啊 这种事都得三推三让 不能大臣一说皇上就同意 你得制造这种舆论氛围 这种万 这个众星捧月的这种舆论氛围 一帮人簇拥着一个这种氛围 你知道吧 所以这里头有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是如果皇上同意 那你们就上三次 哎 第三次上书 那我答应了 我这个委屈求全 对吧 你们这么求我就答应了 如果皇上不同意呢 那也是第三次上书的时候啊 皇上在回复的时候就明说 这事以后你们都不要再提了 哎 之后群臣就知道啊 这是假的 就就明白了这么个玩法 这一套潜规则 不过呢 这回这真宗啊 玩了个鞋子 这群臣不是连着三次上书吗 第三次上书之后 真宗没答应 但是呢 在这回复里头也没明确反对 这下群臣就不懂了 您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您哎 但也不好说 这位爷是不是 哎 对 他就没想 他就 他就没想要去 哎 对吧 这还算他有点脑子 于是呢 这事就搁下了 谁知道啊 这真宗急了啊 心说我没答应 我没答应 我不也没反对吗 你们怎么真不写了 这还行 赶紧又派手下人 展开新一轮献祥锐的工作 群臣一看 嘿 得好 明白了 还是想去 哎 白高兴了呀 写吧 于是呢 第四封上书 又上去了 这回宋真宗赶紧 哎 答应答应 你们再不答应吧 麻烦了呀 对不对 既然要封山泰山 这事定了呀 那就先派人去吧 先派人去 泰山准备准备 派谁呀 王亲若 没想到 这王亲若到地儿 出事了 他到地儿之后啊 除了准备之外 那肯定是一个劲的 报祥锐 这也没什么 但是啊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脑子短路 有一次 他就跟真宗说了 哎 皇上您甭等了啊 这第三封天书 在我泰山这发现了 我让人给您送过去 宋真宗一下就慌了 为什么呀 天书这玩意儿啊 相当于过去老天爷 给皇上发的EMS快递 您得本人凭身份证 本人签收 要不你不能收 如今任王亲若 说他那儿有天书 这玩意儿 底下人那儿说有 就给我 你给我送来也就罢了 万一有人 打着天书的旗号造反 没法办 话说回来 至少在当时 这还是个担心 宋真宗呢 硬着头皮往下赶 他不能否认这个天书 他否认这个天书 那前两封怎么办 对不对 现在是这个 风扇太山的关键时期 不能松懈啊 万众一定要一心啊 因为在风扇之前呢 哪怕老天爷 降下一丝灾祸 哎 这风扇大连也干不成 于是这真宗下旨 在全国各地严加防范 禁止老百姓 在半道什么拦叫深渊 不许这个民间爆这灾祸 发洪水了 就地掩埋消息 对不对 闹日识 没看见 总而言之 在风扇大连之前 全国上下 一点事不能出 这事 那就苦了老百姓了 大宋朝啊 虽然说实话 整体特别好 一直在说 如果能穿越回古代 宋朝百姓 可能是最幸福的 但是你 那么大地儿 肯定会有地儿 有人出点什么事 按照宋朝的制度啊 这老百姓啊 去上级衙门告状 很正常 而且当时宋朝的科举考试 还有专门的一科 这科就是专门让世子 给国家提意见 以此可以作为一种当官的方式 这都很正常 上司衙门 比如说接到老百姓的那种 咱们就说 越级上报吧 那一般来说 都是向上老百姓 本来这样挺好 但是这回 宋真宗这么一搞 麻烦了 老百姓越级上告 你这是破坏 我们这个风扇大事 对吧 打一顿 轰会去 有些地儿闹灾了 本来朝铁赶紧拨款就完了呗 对吧 宋朝也不缺钱 不能干了 为什么不能上报呢 怎么干呀 那老百姓心里怎么办 老百姓受不了 受不了啊 受了很多这种 比较不白之缘 现在啊 那真是什么都不能阻挡 这个宋真宗 风扇的脚步了 1008年11月 宋真宗成功 风扇泰山 宋朝老百姓呢 也算是度过了历史上最难熬的一年 整个一年 朝堂之上 乌烟瘴气 整个行政系统就近乎瘫痪 为什么全忙着这一事呢 北宋GDP创下了历史新低 这还不算 之前咱不是说过天书的事吗 如果别地儿有天书 可能会有人借机造反 真有人造反 这一年啊 宋朝有一官员叫朱能 一小官特别小的一官 他就借口 我也说了天书了 我说了好几封了 这天书里都说了啊 真宗皇上不是什么好皇上 本来民间老百姓就有情绪啊 一听这么说 得 皆干而起造反 一虎百应 烦了 后来朝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这个反叛给平息 这也算是老百姓给真宗上了一课 宋真宗这次风扇探山啊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风扇探山 之后历朝历代 甭管那皇上脑子多脑残 都没这么干过 真宗一朝呢 也是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次用所谓祥瑞来忽悠百姓 巩固自己统治的 到元朝人总结宋史 写宋史的时候都说 你们宋朝人干这些事 祥瑞这事实在太脏 我说不给你们写了 我告诉你们有这么点事 你们自己知道就完了 宋真宗这个风扇探山指这个开始 他这一朝后来发生了很多杂里杂巴的事 比如说有一个叫什么冒妖案 特别奇葩的一个案子 也算是这真宗皇上自作自受 也难怪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那是真不高 话说回来啊 这个宋真总无论如何 在中国历史上应该享有更高的荣誉 毕竟啊 这禅元之盟让这个北宋获利颇丰 咱甭管这个民间啊 史学怎么去说 至少在统治阶级内部会达成一个共识 这件事干得好 如果咱不考虑所谓中国大业统的这种观点啊 这种事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成功的 99%被削减之后 然后把这边境问题解决了 这太成功这个案例了 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后来会这样的 归根结底是面子高的鬼 什么事都得是我们泱泱大宋 泱泱大国 我们华夏正统正朔 你不你这事一旦上升到这样 你怎么认怂 你没法认怂 你不认怂 你不从利益角度出发 那最后怎么办 那就靠一个个谎下来骗自己呗 对吧 明明我这宋真宗躺着挣钱就完了 非得起来冲大个儿 你不爱骂谁爱骂 得了关于这个宋真宗 封山泰山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形故事机